歡迎回來新聞大白話 我們來看一下現在侯友宜 這個開始拼逆轉的一個步調 昨天來到了台中 跟燕子的同台 我們來看看 盧秀業也有講 這個民調是不靠譜的 還是要靠大家的努力 因為他說他之前 在第一任要選台中市長的時候 那時候連他老公都不看好 因為民調都是輸的 所以他說接下來 還是要靠大家的努力 民調就是參考 再來侯友宜提到 他說他曾被歹徒槍擊 所以對於他來說 不放棄與之拼搏 才有活命的機會 請大家相信他 翻過來這個局勢 就是他們的 就是我們的 他有機會拼逆轉嗎 港媒有講到說 有機會有三件事情 可能可以反轉這一個選情 首先就看起來目前 藍營內部的 換猴危機算是已經化解了 再來對手的民調 也都到了天花板 以及第三 是國民黨北中南 都造勢已經開跑了 所以我們就來舉例看看 因為這個盧秀燕有提到說 他是逆轉的嘛 我們就翻開過去的民調 從2018年的2月份開始 其實這邊紅色的是領先 這邊是林佳龍的民調 這邊是盧秀燕的民調 然後一路到了這個 2018年的10月份 才出現了反轉 就的確 他的確原本一開始都是落後的 然後到後期就是反轉為勝 韓國瑜同樣也是 韓國瑜當時跟陳其邁 你看看 迎面原本都在陳其邁這邊 是紅通通的 一直到大概9月10月左右 才出現了一個交錯 所以韓國瑜一路輸 輸到了大概10月份的時候 拼了逆轉 後來這個支持度都領先了陳其邁 所以的確你落後是有可能逆轉為勝的 但是現在侯有一個狀況又更複雜一點 因為他原本是領先的 然後後來又落後 然後又再逆轉 這樣子是有可能的嗎 我們來翻開過去的 這麼多屆的總統大選 1996年當然沒有什麼懸念 李登輝一定是領先彭明明 所以最後李登輝當選 2000年的時候宋楚瑜跟陳水扁 後來因為這個宋楚瑜的新票案 讓這個後來陳水扁獲得了勝選 2004年的時候 那時候也是說連送配的贏面很高 可是投票前一天就發生了 這個驚動全球的兩顆子彈的事件 後來陳水扁也是逆轉了當選 但是差距其實不太大 所以兩顆子彈 當時很多的報導都講說 成為翻盤總統大選的 非常關鍵的事件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 這個2008年 這個馬英九對上了謝長廷 那當然本來那個時候就是 討厭民進黨的一個氛圍 非常的濃嘛 所以這個那時候大家都覺得 紅山君之後希望民進黨下台 所以也沒什麼懸念 馬英九就是領先當選了 領先將近這個40個百分點 那到了2012年 他對上了蔡英文的時候 小福領先 就是還是贏過了蔡英文 到了2016年看起來 這個蔡英文也是一路領先 因為那時候換柱 朱立倫上場 看起來本身士氣 就已經有點亂了步調 那韓國瑜的時期呢 其實韓國瑜原本都是領先的 但是到了8月份反送中 在2020年那個時候 2019年那個時候 所以就是民調就被逆轉過去了 所以過去的這些例子 看起來好像沒有領先之後 落後然後又再度領先了 所以看起來侯友宜這一個局勢 比較艱難 但是也不代表沒有贏面 可能要更拼一點啦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 像國民黨的團結 應該是從朱立倫看起來 他就說因為國民黨的不團結 其實現在民進黨很開心 好像覺得可以躺著選 你們分裂最好 那我們民進黨就穩穩的上 反正現在這個 雖然菲律陣營加起來比較大 但是分開來 雖然民進黨還是比較大 所以他說2024如果團結一致 什麼都有可能 只要不團結分裂了 什麼都不可能了 金普聰業會這個張榮蔚 也是沒有開口請託挺猴 但是高手過招 竟在不言中 然後問到氣氛如何的時候 還對媒體比了一個讚 說很好 看起來好像都在默默的進行 整合的一些力道 那我們看張立正講說 大家的心要收回來了 張榮蔚也提到 跟大家有共識 會跟著大環境走 那柯知恩講 他講說基層的一句話 他說大家都講 你們國民黨到底要亂到什麼時候 這其實就是國民黨 現在目前最大的問題 那我們問一下巧欣 對不起 輝文哥 這個我不太 這個同意港媒講的 說這個逆轉的部分 因為最近幾次 因為宅宣我們把這個選情 我覺得各個角度 我們都要跟大家講 那一天的場子 巧欣沒有去 在一個工商界的這個場子 這個何柯儀 沒有辦法叫出 台北市黨部主委的名字 我覺得這個非常的離譜 這個我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你怎麼連他都叫不出來 你之前在國民黨中常會 中常委你也叫不出來 然後台北市黨部主委名字 你也叫不出來 昨天他在台中 不是有那個什麼千人造勢 就是這個 你剛剛講說盧秀燕幫他造勢這個 他說呼籲大家支持台中 台中有八個立委 支持台中八個立委 國民黨籍的要全壘打 國民黨在台中提名幾個人 提名七個人 怎麼可能八個全壘打 你連他提名幾個人都不知道 你是在選什麼 這怎麼可能會 我不是說要去暢衰何夷 而是侯市長 你已經被徵召超過兩個月了 你這樣的狀況 我真的因為剛好今天 巧琴也在現場就說 你是母雞 然後小雞是需要你去帶動的 你有沒有辦法像這樣 因為盧秀燕以及 他當然是媽媽市長 他是決戰中台灣的要角 我跟各位講 盧秀燕昨天幫侯友宜的站台 就跟四年前 盧秀燕幫韓國瑜站台是一樣的 所以我看到那場景 當然那個氣氛不一樣 昨天說是這樣子 觀眾朋友 這樣叫千人造勢 造勢有一千人的 叫千人造勢 你不要笑死人好不好 當年四年前在台中 韓國瑜辦的場子 那是幾十萬人起跳 那種什麼千人造勢的 你說一千個人這樣 這樣也叫造勢 所以我認為是盧市長 把面子都做給了侯友宜 但是侯友宜他自己能不能把 民調拉起來 我是非常的懷疑 因為看到金小刀這樣的操盤 特別是金小刀 巧心比較不方便講 我簡單講一下 就是說這個不管是黑貓 白貓 能夠抓老鼠的就是好貓 不管小刀 大刀 能夠讓國民黨勝選的 就是一把好刀 我現在看不出來這個侯友宜 因為這兩天就會公布 TVBS7月的民調 我不認為金小刀他在操盤 這個三個多禮拜 半個多月的情況之下 他就能夠把侯友宜逆轉 剛剛你講說這個什麼賴清德的 什麼天花板的這個問題 我請問大家 侯友宜的民調現在到地板了嗎 是地板嗎 上個月TVBS民調它是23% 23%是侯友宜的地板 恐怕不是 因為你看其他民調的話 他早就跌破20% 他跌破20%的時候 我真的 我不是要圍影手機 就他會間接的影響到許小新 許小新那一區 之前是費洪泰選的 費洪泰上一次選的時候 他才贏6000票 你以為費洪泰贏很多 他險勝6000票 王宏偉補選的時候 贏吳宜農 贏5000票 像這種吳吳婆很接近 其實我講就 我也鼓勵我的學妹巧新 2008年為什麼王世堅去跳海 是因為台北是8席的立委 8席都是國民黨的 那個是8比0 現在是4比4 已經剩一半了 而且他贏的4席 就是我剛剛講的 5000票 6000票 贏都贏一點點 輸都輸一圍圖那種 像何志偉那一區 都輸一圍圖 輸1 20%那種 我都不好意思講 所以整個情勢是逆轉的 我就講說台中當我的結論 台中8席立委 以前是8比0 國民朋友你沒有聽錯 現在是2比6 國民黨剩2席 2比6能看嗎 對 台中的確是 禮讓了一席給民眾黨蔡壁如 所以這個可能要提醒一下 侯友誼 來 小心 我想剛剛輝文哥的講的是 確實是講出很多 國民黨的基層 包含說我們這些小基的憂心 那就是說像現在我們也開始 就比如說大家互相串聯 像昨天上午 我是跟王洪威委員一起開記者會 還有羅志強 我們就在講說中央等等很多問題 然後像包含剛剛講到的黃呂錦如主委 他也在規劃說 他覺得台北市的提名的名單都不錯 那要怎麼樣讓大家能夠 互相串聯 互相拉抬 然後可以在這種比較不利的局勢當中 至少能夠在立委的選舉裡面 穩住正腳 所以大家都在做 可是確實 其實輝文哥講的是最有道理的 如果今天整體的國民黨的選情選事好 母雞牆能夠帶動的話 那其實大家反而 可以花更多的心力是什麼呢 就是站在前線去打這些議題 去打民進黨的各式各樣的這些問題 包含賴清德各種 還有什麼台南的問題等等的 可是現在包含媒體聚焦的重點 好像都還是我們在國民黨裡面的內部 然後整合 然後整個紳士到底是在樓地板嗎 還是會繼續下跌 賴清德有沒有在天花板等等的 所以反而讓我們很多好的議題 說真的 我覺得都有一一點點 熟如負肌之力 就像是先前那個COLAS那個事情 其實非常嚴重 然後包含王宏威委員 本來要陪這個原配一起開記者會 後來因為各種理由 然後就施壓還什麼的就沒有了 結果古拉斯他還好意思 在他的臉書上面繼續罵王宏威 然後說你王宏威跟這個人 又不認識等等 我們做民代的任何選民的陳情 我們都跟他們不會認識 都是因為別人有需求 然後別人有需要 然後我們幫助對方 怎麼可能都是為自己的朋友服務 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他選過縣長的人 他竟然還在臉書上講 他可能選縣長的時候沒太認真 還在忙別的 這個事情嚴重 但討論度很低 這就是我們現在有點被困在了 這個國民黨自己的選情選況當中 如果沒有這個問題 大家能夠出來 大家就瘋狂 所有人就攻擊古拉斯一個 你自己當小三的 你還好意思講這麼大聲 還好意思在那邊攻擊王宏威 然後讓人家原配不敢出聲 是什麼意思 這個整個戰鬥力才能夠帶起來 所以現在確實的狀況就是說 我們都很希望選情能夠變好 但是我們總不能總是在抱怨 不…小星我插句話 小星你要把話講完 小星不好意思講的是說 侯友宜拖累了國民黨小雞的戰鬥力 你不好意思講 學長幫你講 就是因為你 先謝謝 不然母雞就綁在這裡 小雞他們要去打民進黨的時候 就綁手綁腳的 所以你說這樣的情況之下 有可能會逆轉勝嗎 這逆轉勝的可能性在哪裡 這就是我們確實很擔心 就像我其實有準備一些 包含我們去台南 那時候熱得半夜什麼 到我們去考察的一些問題 到現在我都覺得 如果在這個時間點丟出來 那就是半天就沒有了 這跟我們原本預想的 整個大選是不一樣的 我們預想的大選是說 你不要講說母雞有多強 但它至少是一個穩定的情況 在這個穩健的情況上面 我們幫它加分 我們幫它攻擊 它穩定的去把所有的選區 地方該拜會的該拜會 該跑的該努力的 陸戰的下去跑 剩下空戰的方面 我們一定是可以全力來支援 所以就不曉得 這個要到什麼時候 所謂的 你說真的有沒有會逆轉勝 什麼時候至少讓它 不要在地板 你在一個平均值 然後你說好國民黨 至少你說藍軍有30%吧 我沒有要求一個高標 就是說所有的藍軍的支持度 你拿到一個號碼 在第一點28%總有吧 現在是只有 民調做出來只有20%左右 確實離我們預想的 就是說藍營的支持來說 有差距 這一點是真的要補償 因為其實原本11260 我們都覺得說 應該對於藍營來說 今年小雞們應該是滿好選的 因為在這個勝選的氣勢之下 現在這個 你說跟預期不同 是不是真的有點超乎 你們大家的想像 這種差距 可能原本你們的一個選戰步驟 什麼幾月要拋什麼議題 全部都被打亂了嗎 其實我是還好 因為當時在四大公投的時候 我就有說過了 我就有提醒過一件事是說 如果對於很多的議題 不清楚的表態 然後對民進黨 沒有辦法正面的對決 那真的有一天 要出來選大選的時候 那你會發現那一群 在民調上過往看起來 支持你的人 他瞬間就泡沫話就不見了 就比方說你的民調 如果是由民進黨的人 去撐出來的 當民進黨推一組 我們推一組的時候 那些人馬上全部都會 瞬間就跑掉了 好 我們來問一下施老師 施老師你認為國民黨能夠逆轉勝嗎 我先講說 剛才慧文講的就是說 他都認不出來我們的 台北市主委對不對 其實那個小英 他以前分不出張俊雄 張進鴻 因為他是很慢才叫國民進黨的 這個是當選總統的DNA 然後因為這是一個馬拉松賽 這不是一個棒球賽 棒球賽是累積對不對 你最後一個再建權你打4分 也是4分而已 在馬拉松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歷史上看到 譬如說卡特 然後克林頓他是州長 中西部的 沒有人在那裡 但是他差不多至少提名以後 有半年 所以是上半場跟下半場 上半場是黨內的整個 下半場是黨一黨之間的競爭 我是覺得應該還可以再努力 所以就是說民進黨已經到了下半場 國民黨還在上半場 我不曉得 應該要趕快收拾殘局對不對 我想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其實就我們還是看 不只是台灣 就是說看美國戰後以來 就是說很多 很少很多一開始就確定的 一直在好像在拉鋸戰一樣 除非到最後會翻盤 通常這是像我們台灣看 就是有一些不確定的像新票案 大家有印象嗎 那一次我們看到 馬英九跟謝長廷那一次 本來其實他們寄望的是說 馬總統有所謂的綠卡等等 後來就沒有了 本來他以為說 就這樣一定會過 甚至於我覺得 阿扁2000年選的時候 我有朋友在他就先總部 他說阿扁跟他講說 這次我們就選一個藝術意思就好了 後來這麼選真的 沒有想到新票案就跑出來了 所以不是有這種 因為這有外力等等這些東西 OK 好 我再講一下林佳龍的部分 其實林佳龍當時到後來 幾個月的時候就很清楚 他那個已經 你知道他們做民調公共同事 有好幾家 有一些是還有贏5% 有一些已經輸掉5%的 但是那個面子問題 是要打悲情牌 還是不要打悲情牌 所以他們那個就要考慮很多 OK 我是這樣講 其實另外一個就是說 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們這個選舉跟單一選區 相對多數就是立委跟中央 他是對民調是相當敏感的 所以我們說8年要改變了對不對 那當然是很清楚 所以你看到陳建仁那天 不是回答正命中說 他贊成政權轉移嗎 政黨輪替嗎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你不覺得很奇怪 所以這裡有一些吊詭的因素 我覺得黨一黨之間的 他們黨內的那些東西 所以我們不要擔心說 所謂的地板 天花板也要想一下 因為輪替了他可能 四年後就有機會 沒輪替的話就要等8年了吧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東就忙回來 歡迎回來新聞大白話 來看一下現在這個台灣民意 基金會的一個最新民調 就是郭台銘如果獨立參選 這個民眾的看法如何 不樂見的4乘3 樂見的也有4乘1 所以他就說這個樂見跟不樂見 旗鼓相當幾乎不相上下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以政黨來分的話 樂見的是這個民進黨 覺得好啊 越多人分越好 我們就可以這個賴神躺著選 再來國民黨不樂見的最多 是大概68% 覺得你要是出來的話 戲卡都還有什麼好唱的 遊戲到此結束 昨天也有這個來賓是這麼說的 民眾黨的話就是好像有點 一半一半 中間選民的話 可能還包含了這個郭台銘的支持者 所以樂見的是比起 不樂見的多了10個百分點 那年齡層的話是25到54歲 明顯這個樂見是高於不樂見的 那這個其他 比方說20到24比較年齡層低 或者是55歲以上的呢 就是不樂見的比較多 那如果戲卡都來看的話 41.5%的人樂見 郭台銘獨立參選 但是我們對比一下 很奇妙貓膩在哪裡呢 四成的人樂見 那可是支持他的人只有15% 人家想說那奇怪 那37%是來看熱鬧的嗎 你們又覺得你出來好棒喔 然後結果你又不投給人家 那這個樂見到底是 看熱鬧還是說 後面有什麼樣的政治的盤算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郭台銘 現在目前支持度15.2% 那這個百分點喔 一個百分點大概是19.3萬人 也就是說代表有將近300萬人的一個支持的力道喔 所以儘管他是15% 仍然不容小覷喔 那這個調查是從7月17到7月18兩天 然後呢是以這個全球 全國啦 20歲以上的成年人抽樣方法 是試畫手機並用的這個雙底側抽樣 誤差範圍呢大概是95%的信心水準下 正負2.97個百分點 那我們現在因為這個民調都要講比較細一點喔 就是說他的這個樣本從哪來 那再來我們來看看這個民眾黨喔 還有一個內部的民調曝光 陳志涵去到了這個中天節目上面喔 講到民眾黨內部民調喔 侯友宜落後 柯文哲12個百分點啊 人家想說 哇 現在柯文哲出手了嗎 要趁你病要你命那種感覺喔 就侯友宜現在弱 就乾脆把他的票也通通撈過來嗎 那民視進一步的報導 柯正營內部的民調顯示 賴清德支持度34% 那柯文哲贏侯友宜12個百分點 就是你贏再多你還是二啊 沒有到第一名都還是輸喔 賴清德還是穩居第一喔 那到底是哪一家民調 我們剛剛也特別去求證了一下 陳志涵回應啊 就說民調是由民眾黨自己委託的公司所做 是長期製作民調的外部單位喔 那他參照的這個時間是七月九號到七月十五號 抽樣方式呢 也是用這個式化抽樣了一千多人 所以現在看起來 呃 侯友宜民調第三 那人家就覺得說這個危機可能就要 這個球拋回了國民黨喔 因為藍白如果要合的話 那通常是不是民調低的要理讓民調高的當正的位置喔 那這樣會不會對於國民黨來說是難以接受的呢 所以鄉民就納悶喔 如果國民黨這一次的目標為下架民進黨 那為什麼不理讓柯呢 可是如果喔 你2024理讓了柯文哲 等於就是把國民黨這些根基喔 全部免費送給人民眾黨 那總統手上握有的資源很豐富喔 理讓了柯文哲之後 國民黨會不會一定會垮 這是在PTT上面網友們熱烈在討論當中喔 那現在韓國瑜也變成了一個非常關鍵的角色 大家也在那邊有些人在呼喊著說 是不是韓國瑜回來啊 韓國瑜才能夠是把大家的這個 凝聚在一起這個士氣喔 那現在最新消息剛剛快訊出來 韓國瑜確定會出席這個 本週日這個723的全代會 然後也喊話說會跟候選人並肩下架民進黨 所以看起來團結有了 這個韓國瑜還表示喔 一定會這個捍衛中華民國 一定會到場喔 那另外韓濱到底要不要選這一個 我們剛剛講到的中正萬華的立委呢 韓辦回應了 因為有人在講說 韓濱不出來選啊 是因為想要當不分區喔 這種講法也是很要不得喔 那韓辦就嚴正駁斥說 絕無此事 再來我們來看看 我們講說不斷呼喊韓國瑜的鄭立文 他也去到了下班和你聊 黃偉漢的節目 他就說現在千軍萬馬 在等韓國瑜的訊號 我們來聽一下 我今天的目的不是換猴 這場不是一個挺猴反猴 換猴不換猴的一場 這個主軸不在這 這個主軸在我們如何能夠將現在的頹勢大逆轉 回到原本大家對國民黨應該有的期待 昨天我想其實答案就是呼之欲出 就是韓國瑜 而且是說韓國瑜蠢蠢欲動 又想要出來完全不是 我還怕他不出來呢 所以我韓國瑜除了他有主導議題的能力 他有能量 他可以召喚回現在嚴重流失的國民黨基本盤 他從立文姐講這個話到現在 你們有沒有看過他跑出來跟大家說 毫無此念不必再喘什麼 沒有 就表示他 我認為 我所瞭解韓國瑜 他從鄭立文登高一呼之後 他陷入天人交戰的一個狀態 可是你的理由不是叫他去搶這個位置 而是這個黨跟這個國家需要他來救 好 霍運哥 這個讓我評論黃偉翰 我就不手軟了 你一定聽不懂黃偉翰在講什麼 對不對 你換一個角度你就豁然開朗了 因為黃偉翰在幫柯文哲 他就是柯文哲的這個 最好的政治幕僚 當你用這個角度去思考的時候 你就可以很合理化的解釋 黃偉翰這陣子在講什麼 在做什麼 他在幫柯文哲 NCC主委的位置 補充的人是翟軟 我本來想說我不要下那麼重的手 翟軟就要補刀 沒有 他真的是在幫他 這個沒有 因為我們還是朋友 我跟偉翰二十幾年的朋友 不會受這個影響 他在幫柯文哲 剛剛黃偉翰講那個就胡說八道 學長我就批評你胡說八道 什麼韓國瑜在什麼的 韓國瑜他就是個啦啦隊 就剛剛翟軟提到說 他要去參加這個拳代會 我幫韓市長按一個讚 壞人我來做沒關係 你去扣籃 你去得分 你展現了你選過總統的層次 高度跟格局 你不會跟侯友宜一般見識 說四年前你沒有來 這次我也不去 沒關係 這種250的事情我來幹就好 但是韓國瑜去真的能夠 救侯友宜的民調嗎 我不認為 但是至少展現出 全黨團結一致的氣氛 這個證明什麼 證明韓國瑜 他只從大我去思考 你四年前對不起我沒關係 但是我不會對不起你 光這一點 侯友宜的臉就腫起來了 來…導播拜託一下 這個事情 我一定要跟侯友宜算這個帳 之前你在宜蘭 記者問你說 你要不要當面跟韓國瑜道歉 你馬爾東風當作沒聽到 我要請問侯友宜 全代會 你們又會同框的 你們又會見面的 你這次要道歉嗎 你就講得很簡單 四年前的全代會 也在我們新北半 當時是國瑜兄要選總統 我那時候我沒有來參加 我很抱歉 這一次換我選總統 你看今天國瑜兄 不計錢先來了 我非常感謝 我跟他說聲對不起 這樣就解決了 這樣子就交代了 我也沒有叫你鞠躬 也沒有叫你下跪 你當面跟韓國瑜道歉 何惟宜你做得到嗎 你該不會連韓國瑜名字 都叫不出來吧 還是黃旅錦如你也叫不出來 我最後要 因為巧欣在 我一定要跟巧欣 這個 當然我們還是要維持 學長學妹的好關係 我請問你郭台銘去不去 去哪裡 全代會 郭台銘不是黨員 郭台銘9月才能回黨 郭台銘不用去全代會對不對 當然不對 為什麼 郭台銘的嘴點是什麼 徵召我要參加 我要選總統 不是侯友宜就是 就是郭台銘我要參加徵召 我在等國民黨一套辦法 但是國民黨全代會 郭台銘應不應該去參加 郭台銘你承諾大家 你要全力的支持侯友宜 你有做到嗎 沒有 你跑去參加吳子嘉的什麼 董事長開講 我的治國理念 台灣需要什麼樣的經濟 學長也是有監看的 然後我就說你在幹嘛 郭台銘你應不應該去 參加國民黨全代會 對 兌現你兩個月之前的承諾說 你要支持侯友宜 所以宅宣我的結論很簡單 侯友宜應該在全代會跟 韓國瑜道歉 這是一定要的 我認為郭台銘 也應該去參加全代會 展現你的風度 你是不是言而有信 就看郭台銘 我不是黨員 那你不是黨沒關係 那你以後就不要再跟國民黨 勾勾頂了 小溪 我覺得輝文剛剛的建議 是非常有道理的 如果我是郭台銘 然後我看到這一段的話 我也會覺得那應該要去 因為尤其是你看到現在 這個民調的情況是這樣子 就是說那麼多候選人 大家每個人都想當候選人的時候 就是賴清德 不管他幹了什麼好事 他的差距都要跟大家越拉越多 這不是我們想要的方向 我們想要的方向很單純 就是說有六成的民眾 希望讓政黨輪替的時候 在野黨的職責就是反應民眾的意見 我們能不能夠做到 讓六成的民意成真 讓政黨輪替能夠發聲 這才是我們在野黨最大的目標 所以你可以有很多的國政的想法 政策的想法 好的政策 未來我們進到立法院裡面 不用擔心 一定會幫你提出 可是今天面臨到的是說 所謂的獨立參選也好 然後一大堆候選人也好 就是讓民進黨繼續執政 那你有再多的國政理念主張 那不好意思 沒有人能夠幫你提出的時候 那不是又是一場打水漂嗎 所以我就講說 大家不是要搶著當候選人 是要民意的意見 讓一組人或者說好 假如說柯文哲 跟我們沒關係好了 我們自己能夠獨立的當選 那才可以反映民眾真實的意見 再來講韓國瑜的部分 其實就算是韓市長他沒有去參加 他一定都有自己的考量 而且以他的角度來說 一定是以團結為主 先前我有講過他過去 或許他有考慮不去的原因 也有一種可能是 那他萬一去了他的身世 坦白說我也講直接一點 基本上應該會比侯友宜的歡呼聲 可能還要來得高嗎 比如現場有人又喊韓總統 選總統怎麼辦 對 所以就是這是 我也是我之前擔心的 所以我就覺得說 他如果不去的話 他可能是同樣擔心 可是如果因為後來 就是昨天吧 開始有一些支持者在串聯說 要去包圍全代會 那又是另外一個層次的議題 那韓上他 第一時間在他的臉書我就看到 他說他不會去參加那一個活動 所以他的速度 他的反應是非常快的 他都是以團結國民黨 跟中華民國為目標 所以根本就很多人想要 見縫插尊說韓國瑜 會不會不挺國民黨 不挺中華民國 不可能 他也不是那種 會去計較四年前那種小事的人 他真的不是 所以我覺得 侯友宜也要把握這個機會 就因為韓國瑜他不會去計較 那種無聊的小事 你就更應該要拿出格局 高度跟態度 讓人家有同樣的感受 不能因為別人不計較 你就裝沒事 你該跟人家 不管私下也好 公開也好 讓人家感覺到說你有誠意 沒有 當然要公開 私下道歉我沒看到要公開 私下要先行 這種事情都是這樣 私下要先游 你公開的時候再表示 有的時候你公開講 私下又那個也不好 我的個人的處理方式 一向都是私下先游 公開的時候 你已經知道我的意思了 這個時候的公開 它就更有意義 所以我覺得兩個層次 應該都要做到 這才會讓723 展現出真正的團結 好 徐老師 我是不想看好戲 但是因為我們知道說 因為這幾年 新的選民或者是年輕選民 他們對傳統藍綠的政黨認同 在脫鉤 還沒有建立 然後他們想要定毛 你必須要拿出政見 我想說如果我們硬要用 所謂的棄保的時候 那就是故 就是好像變成是兩個 兩大集團這個樣子 如果可以正三角形的時候 來比看看 我是覺得不應該放棄國民黨 我必須要這樣講 就是說政見有什麼不一樣 再不然的話 到時候我們根本不用講政見 那就是講說所謂的 立法委員的協調 然後到底是什麼樣的職位等等 這些私相授受等等 變成我們選民沒有選擇 民進黨是說他是食言而回 他答應那些政見食言而回 對不對 那縣市藍白合了以後 不用講政見 因為我們兩個相加一算 不等於二等 1.5也贏 30元兩邊大 1.3邊對不對 然後就是這樣 我們躺著就這樣選 我覺得你知道嗎 這也是很奇怪 然後第二個我要講說 不要吃寒冰的豆腐 我跟你講 韓市長他到底除了整合以外 他軍公教這邊 至少他代表軍公教 軍公教裡面你答應說 如果選上了以後 猴也好 或者是KP也好 我不曉得 所以你們認為這些年金的這個部分 到底是應該要怎麼處理 有一個交代 其實我覺得 韓市長應該也有一些角色 可以扮演的 我不認為 好像說當那些 就是說當行政院 大家午安 我是陳燕營 歡迎來到新聞大白話 接下來兩個小時 公文的外大小事 要用您聽得懂得話說給您聽 現在介紹這一小時的來賓 首先要介紹的是 前總統府副秘書長羅志強 大家好 以及立法委員高嘉瑜 大家好 還有資深媒體人謝罕冰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一看小鮮帶您來看到的是 昨天這一場台中首場的 這個侯友宜造勢 跟盧秀燕站在一起了 探子加上燕子兩個人合體 現場的總統好 就給他喊下去 好 侯友宜他就說 他為什麼來到台中 原因是因為 他在當新北市長的時候 每一次跟盧秀燕兩個人聊起來 就覺得中央再偏心了 台中新北要什麼 卡什麼 所以未來他希望換他來做的時候 讓大家都可以資源公平分配 同時他也回應了一些對他的質疑 包括說說 你現在好像勢頭不這麼好 侯友宜說什麼 我以前當警察的 我被歹徒拿著槍頂著頭 我也不會放棄 因為我知道放棄我的生命就沒有了 所以現在他知道讓大家焦慮 但是翻過來就是我們的 希望大家跟著他一起往前 盧秀燕在幫忙踩一點油門 盧秀燕是這樣講的 他說其實他當年 要出來選台中市長的時候 連他先生說都不看好 五年前你老公都不看好 因為那個時候民調都是輸的 還說封關整一天說 他會輸20萬票 結果他是贏21萬票 所以他呼籲大家 不要看民調了 要一起來往前走 因為他自己本身就知道 他是從輸變贏的 確實我們如果是翻過去的民調來看的話 當年盧秀燕才剛開始表態要參選的時候 第一份民調做出來 他是大叔林佳龍20% 沒有錯 但是如果你把當年五年前那場選戰 長期的民調時間軸給他拉出來看的話 你會發現他其實就一路開始往上走 到最後41% 贏過了林佳龍的39% 也就是說這民調趨勢是緩緩的往上走 如果我們在對比 你說市長選舉跟大選不一樣 對比過往這幾年來說 每一次的總統選舉要真的是 逆轉勝的話兩次 一次2000年一次2004年 剛剛好都是陳水扁 那陳水扁由輸到營 也都是一路往上走 慢慢往上爬這樣的態勢 也就是說V型反轉 真的比較沒有看過 那我們知道馬侯友宜他先前 第一次做民調的時候 為什麼說他最強母雞 因為那個時候民調第一 但現在開始有些弱勢 有沒有辦法再往上走 創造第一個V型反轉 這是大家想知道的 而現在為什麼要從台中來開始 做這個全台灣 讓大家覺得說有往上走的一個態勢 現在媒體分析是兩個點 一個是什麼 是借助盧秀燕的影響力 因為他確實現在被稱為中台灣共主 那他自己也創了一個平台 看看能不能幫他網絡這邊的人脈 第二個就是中南部的派系 是不是透過這一場 我們能夠統一的來向大家說 其實侯友宜也很在意你們 很重視地方的聲音 確實現在侯友宜整個陣營動起來 他自己到了中台灣台中 去開這個呼籲會 那他的這個執行長金谷宗 則是來到了雲林 找誰 當然是找張榮衛 問張榮衛說 是不是拜託的啦 幫幫忙 一起幫侯友宜站出來 張榮衛先前大家都知道 他跟郭台銘滿好的 也說要投郭台銘 結果即便人都已經到了 張榮衛人家在媒體問他的時候 他還是這樣講 他說主要是這樣 主要是這樣 郭台銘要是有選的話 我這一票會投給他 但是沒出來的話 會不會就施持侯友宜啦 他說就沒什麼選擇 大家都有共識嘛 我們會順應罷環境 人來了到底有沒有見面三分情 能不能夠扭轉那個態勢 黨內現在開始也有出現不同的聲音 包括了這一位邱毅 邱毅認為黨內下不同的聲音叫做 有島經蜂巢 他的講法是說 基本上除了金普聰過往 有一些他私人的恩恩怨怨之外 國民黨裡頭也出現了很多的泛藍民眾 表現出對他好像不是這麼喜歡的聲音 所以甚至連他的內部 侯友宜的競選總部說都把他當成瘟神 邱毅他是這麼看的 到底是不是這樣的一件事情呢 而另一件事情則是723的全代會 現在也開始有人在爆料說是不是有可能會真的換豬拔猴 這樣的一件事情 在國民黨內他們的文權會回應就是 黨章基本上就是主席一人可以連任 可以當四年 如果他沒有辭職的話 那就是當四年 沒有所謂的罷免權 但是如果他們的代表想要提案的話 基本上都是尊重他們的權利 黨裡頭到底有沒有辦法 把這個態勢給穩下來 到底能不能夠讓大家聽不到其他聲音 而是真的齊心一致 因為現在就有新聞幕後在分析 說金捕聰基本上 你看他最近開始往地方上去走了 就是要拆彈 而藍軍的整合是已經在路上了 因為看到了包括了先前傅昆奇 到現在張榮衛 這一些見面 大家開始希望能夠有效的整合 下一場就是國民黨的權貸會了 好 回過頭來 要請教兵哥怎麼樣來看 侯友宜現在開始到了中台灣 想要走出去 想要告訴大家 為什麼他要出來選 因為當年台中新北要什麼 政府卡什麼 我想不只是台中新北 當初韓國瑜在高雄 也是要什麼卡什麼 什麼預算都不給 這個就是民進黨的作風 所以現在侯友宜在強調這個東西 我覺得這就是他針對 就是執政當局的一種公式 我覺得這個公式的方向是對 現在他當然要集中火力 去打執政黨跟打執政黨的候選人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 比較正確的方向 當然他也會提到 他自己過去的警察生涯 但是這邊有一句話 我覺得有點誇張 好幾次被歹徒將直的頭 他應該就那麼一次 就陳靜欣那一次 當然他好幾次是 冒著槍林彈雨的風險 這是確實的 當然以他的這種資歷 也是很少人有 所以他當然會拿出來強調 只是這個東西 大家都已經知道 對他來講到底能夠加分多少 我覺得大概是有限 他會選擇台中 我覺得最主要還是因為盧秀燕 現在是藍軍以頭 氣勢最好的一個市長 所以加上盧秀燕全力拉抬他 他的加持 看是不是能夠把整個氣勢帶起來 而且對何友宜來說 因為民進黨一直看 雖然吹侯宜認為他在中南部 是沒有影響力 可是我一直覺得 這個是不太對勁的 為什麼 因為侯宜宜自己本身是假藝人 是 他的氣勢什麼 其實都跟中南部 是相對比較合的 老實講過去國民黨 從來沒有過這種候選人 所以我個人認為 其實中南部 他是有很大的開發的 潛能的 所以我認為他從中南部出發 是一個相對可行的方向 這是對的 至於盧秀燕講說 自己當初是民調落後 然後一路追上去 當然他是一個特例 可是剛剛主持人你說 V型反轉不太可能 其實V型反轉有一個最可能的 現在還在位置上 那個人叫蔡英文 你忘了蔡英文要競選連任的時候 他一開始民調 就連賴清德都輸了 還輸賴清德10幾% 後來不是一路逆轉回來 當時本來韓國語言領先他很多 可是他是一路往上 他不是一開始 他一開始也是掉 一開始也是掉 然後後來再上來 所以蔡英文也是個 當然他那個曲線是比較大的 是 對 那後遺有沒有辦法 那就看他自己有沒有能耐 還有他的造化 因為有的時候 選舉還有半年左右的時間 半年可以發生很多事情 比如說賴清德最近 就因為美國的一個質疑 他開始好像又有點危險了 因為看起來 美國爸爸不是很信任他 這種就是一個機會 那機會有沒有辦法把握住 那就要看他的競爭對手 到底本事如何了 那我覺得 現在在國民黨內 當然有好幾種不同的意見 有人認為要挺郭台銘 有人認為要挺侯友宜 那甚至有人說 是不是要把韓國瑜 重新再拉出來 那意見很多 但是我個人認為就是說 國民黨現在其實 去炒這些東西 是沒什麼太大意義的 因為就算是郭台銘出來 看起來民調 還是跟侯友宜差不多而已 也並沒有比較好到哪裡去 所以我覺得炒這個本身 沒有什麼太強烈的意義 那張榮衛這個東西 張榮衛他個人當然 他也很明白告訴你 他個人是支持郭台銘的 但如果郭台銘不出來 他就告訴你 我也沒別的選擇 因為他是國民黨的 所以就是這麼簡單的一件事 那我們不能夠去違反人性 就是他要去支持誰 他要交誰當朋友 他比較喜歡誰 這個是沒有辦法去違反的 那我覺得這就是看 你國民黨自己內部有沒有辦法 去整合的問題 然後現在的每一個問話 都很容易被人家見縫插針 他的競爭對手最喜歡這種東西 那如果持續去擴大這種議題 就是讓競爭對手 找到更大的縫 想辦法以後連針都不用插 我看直接拿個擠子又塞進去 對不對 所以這就要看 國民黨自己本身有沒有辦法 慢慢把縫縮小 你要把縫縮小 讓人家針插不進來 這才是國民黨的本事 那問題就在於 國民黨很多的諷刺 自己內部的人造成 比如說我直接講 就是邱怡邱委員 我知道他跟金曉道之間 有私人恩怨 講實在話 他看不慣金曉道很多作為 我也知道 說實在我也不是看得很慣 但是問題這是一回事 那現在到底怎麼樣 才能夠把民進黨拉下 讓整個在野聯盟能夠獲勝 我覺得這才是 我們要去考量的一個方向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 不斷的攻擊自己的黨的候選人 或是攻擊自己黨的輔選幹部 好像沒什麼太大意義 不然的話 我就覺得要用比較建設性一點的方式 就是請邱委員是不是提出來一個 你認為比較可行的 哪一個候選人是比較強的 你講出來 鄭立文自早有講 他認為韓國瑜比較強 那你邱怡 邱怡認為誰比較強 還是你比較強 你想出來選 也可以 毛稅之間也不是不行 但是問題是要看別人認不認同 那金普通上來 我必須很慈免的講 我一直不是很喜歡這個人 但是他確實有發揮部分功效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侯友宜最近的言行態度是改變 他的團隊至少反應速度比以前快 那我也認為不夠 但是我覺得看起來是有進步的 那你要說現在黨內整個要把 金普通拉下來 那我只能說假設真的有這種風潮的話 那侯友宜乾脆直接宣布再見 因為如果連金普通都被落下 我真的不知道 郝瑋瑜還有什麼反轉的機會 好 其實現在的郝瑋瑜 但我們看到他從中台灣這邊出發 看到了他的執行長開始 到了雲林這裡來 要請教強哥您怎麼樣來看 因為大家開始在說 是不是他希望從中台灣這裡開始 向中南部的派系示好 開始反轉 首先我在講所謂的V型反轉 確實大部分我們過去 總統大選的規律都是 大部分都是贏家緩步上升 再不然就是 優勢保持者獲勝 下降再上去的贏的例子是比較少 可是你也是要看拉的 那個期間的長短 如果你把期間拉到長短 長一點的話 那確實還是有V型反轉 勝選的例子 坦白講 我舉個例子 其實馬總統2012年 他不是在2012選舉那一年 做V型反轉 但如果拉到是所謂的08年到12年的 任期的話 馬總統曾經有一度 因為88風災的事情 然後他民調跌得非常慘 跌得非常慘 他被蔡英文那時候幾個 民調呼聲比較高 都是搖搖領先 可是他的V型反轉點是比較早 在哪個什麼時候 他是在雙英ECFA辯論後 那時候之前他民調 甚至有民調做到說剩10幾% 那個時期就拉得比較長 對 比較長 對啊 我們現在就剩半年 可是我要講 為什麼拿這個做例子 就是說當然這個時間很短 能不能做那麼大的一個V型反轉 那是一個考驗 可是他的這個路徑 你是可以學習的 馬總統為什麼最後是 在V型反轉是發生在 2010年的雙英ECFA 因為他就職球對決 他今天對民進黨職球對決 對不對 然後他拿自己所謂的兩岸當中 最核心的ECFA出來職球對決 你要知道國民黨這幾年 其實一直出現很大的問題 對自己核心的信念跟價值 迴避不敢去對決 那你到最後你長期迴避不敢對決 話語權喪失之後 你當然使得你在面臨選戰的時候 你發現你本來應該是長期上 你應該建構你的所謂的 主張的優勢性 那你沒有堅持 你到最後半年來主張 事會比較慢 可是你也非得也做不可 所以現在我覺得也是好事 像侯友宜也把九州公司 也拿出來講對不對 我們的能源政策也拿出來講 重啟核能也拿出來講 這些我覺得都是 實際上是一個好的發展的方向 當然如果你說要對侯友宜的團隊 有一點建議的話 我覺得是有些東西 過去這段時間 我覺得腳步是有點混亂 我有兩個很重要的經濟 是第一個是外界戰功 第二是內核戰將 什麼叫我們先講內核戰將 剛剛其實賓哥有講到邱毅的問題 可是我跟大家講 邱毅 蔡政員 鄭麗文 都是過去這七年 所謂的抗綠名將 對不對 抗綠名將 你今天基本上 如果說你不能跟這些抗綠名將 能夠去 讓他們能夠一起來努力的話 今天說真的 我覺得候選人最小 這是大家的名言 可是你今天看到 很多時候我覺得在過去處理 所謂的抗綠名將這一塊 我覺得侯友宜還是要再加把勁 第二就是外界戰功 你的威望其實來自於哪裡 來自於說你今天要努力的 然後去透過跟民進黨的監督 然後獲得選民的認同 那你只有外界戰功 然後內核戰將 你把你的戰隊補充起來 你不能 我覺得坦白講 真的不能一直在跟所謂的 藍營的內部戰將 在很多的一些激烈的一些紛爭 的漩渦裡面 那你身為候選人 你就有能力走出 這個戰將漩渦裡面 那是非對錯已經是其次的問題 但是你是候選人 你要解決這個問題 最後我有一點小小的建議 就是說你不要覺得說 今天因為在某些整合 我們講有想剛剛內部戰將 整合出了一點狀況 現在要到地方派系去對不對 可是我覺得拆彈說 是一個不好的說法你知道嗎 因為有炸彈 那你是說誰是炸彈 是張文慧是炸彈嗎 我覺得這個說法並不好 你不能為了說要凸顯 我要準備要做整合了 我有一個整合的很大的功能 那你下去整合 你先定義別人是炸彈 我覺得這個整合 其實我覺得是會有問題 所以這幾個建議 我是覺得侯團隊可以思考一下 好 不過回過頭 也要請教這個委員 原因是因為 是現在侯友宜就直接講了 中央一級來都是偏心 過往台中 新北 要什麼他們就卡什麼 所以會讓他們基本上 感同身受 才會一起站在一起來 你怎麼看 如果中央偏心 那侯友宜這過去的執政 為什麼能夠得到市民的肯定 我想中央對於新北的照顧 包括捷運 大家也知道系東線等等的 這些支持也都是不遺餘力 更何況今天侯友宜最大的問題是 到底要救侯友宜 還是要救金普聰 現在國民黨內 不僅對侯友宜不滿 對金普聰也不滿 而且各種的陰謀論 其實在國民黨內 其實因為金普聰的關係 不管之前說 金普聰是不是比較跟美國友好 所以其實有很多的其他的揣測 或者是包括最近跟地方派系 釋放善意 可是你在媒體上 就趕快有一篇來 去幫金普聰 美化說金普聰在拆蛋 怎麼樣幫助金普聰 然後能夠短短20幾天 讓侯友宜的民調上揚 甚至還說在全代會之前 能夠讓韓國瑜跟侯友宜 站在一起 都是因為金普聰在幕後 穿針影線等等 我覺得要就金普聰的這些新聞 比要就侯友宜的版面多很多 到底現在的重點 是要宣傳金普聰還是宣傳侯友宜 這個我覺得是不是畫錯重點 也就是說現在黨內如何 讓侯友宜能夠成為藍營的新共主 或者是能夠拉抬他的民調 才是當務之急 而不是幫金普聰消毒說 他是這個真的什麼金小刀 真的能夠幫侯友宜 這個反而不是重點 因為民調起來了 自然大家對金普聰 這些謠言或是這些攻擊 就不翼而飛 就自然的沒有 可是你現在忙著在幫金普聰 在做這些新聞 在做這些美化的時候 反而忽略了主要的主角 是侯友宜 所以我覺得這個狀況 讓國民黨現在蠟燭兩頭燒 忙著到處滅火救火 可是真正的主將 已經本陣失火了 都沒人去處理 然後旁邊一直在 煽風點火的越來越多 所以到底該怎麼辦 我看起來就是說 國民黨現在是分身乏術 問題越來越多 可是問題就是說 這個黨內的整合 還是沒有看到一個 比較明確的方向 好 確實 沒有一個全代會要來了 全代會在今天最新消息 是韓國瑜已經說了 他也會出席 我們先進廣告 好 我們來講到現在 到底選舉的態勢是什麼 帶您來看到最新的一個民調 好 這份民調 他做的是四個人的 細卡都的民調 他告訴我們說 如果是四個人 一起來做民調的話 包括了郭台銘進來 其實郭台銘他會分走誰的票 會分走柯文哲的票 同時也會佔據侯友宜的票 那就會讓賴清德你看 33.9%在第一名 柯文哲依舊保持第二 但是跟侯友宜之間 拉近了一些些 好 那大家就在講了 說所以 因為有另一份民調做出來 說侯友宜的支持度 真的掉到了15% 這方面民調不一樣 但是基本上 侯友宜都還是目前在 老三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所以就很多人去問了 朱立倫該怎麼做 黨主席告訴我們 黨主席說 就是什麼 就是因為你們不團結 國民黨不團結 你看看民進黨現在非常開心 但我們就要問 所以到底是誰讓民進黨開心 你要說是侯友宜 沒認真讓民進黨開心嗎 還是是朱立倫 你不夠認真讓民進黨開心呢 或者是郭還是柯 還是真的你就是認為選民 讓民進黨開心了 因為現在 應曉威 好 這個國民黨的台北市議員 他就直接講了 他覺得一切都要說是侯友宜很弱 他認為不太對 不科學 為什麼 因為有一些數字說明了 侯友宜當時為什麼要刷最強母雞 因為兩次的選舉 都是大勝的一個狀態 贏了46萬票 不容易耶 那為什麼當年的侯市長 大家刷最強母雞 現在變成了侯總統候選人 提名人 就變成夠人晚 那到底是要考驗誰 他覺得是要考驗黨主席 要如何穩均心 其實在這一場的會議當中 大家就開始看到了 有一些事情 可能侯友宜 你自己也要了解一下 要有一點點意識到這件事 包括什麼 包括人民 別叫錯了 來看看這個畫面 李錦茹 黃如錦 黃李錦茹 如錦 對不起 你老婆我比較熟 好 這個人 不是一般人 大家這個人是 台北市黨部主委 這個是非常有名的操盤手 結果怎麼一次名字叫不對 兩次 三次 最後說不好意思 我跟你先生比較熟 這件事情其實就開始 有人會說 會不會真的是因為不夠上心 來看看黃世修 我們的圖條哥怎麼說的 他說 叫錯名字或叫不出名字 這個侯友宜不是第一次了 上次就跟中常委 上面中常委見面 一起吃午餐 結果叫不出人家周孟榮的名字 然後也叫不出吳怡丁的名字 現任立委你也不認識 你說你不燦腸 甚至沒關係 但是 許宇珍主發會主委的名字 昨天你也叫不出來 人家六月還去幫你去南家這一邊 來成立後援會 最後市黨部主委的名字 黃呂錦如也叫不出來 他說 這個是不是乾脆 你就說你不擅長做人 而不是不擅長政治 開始有這樣的聲音出來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人家都講事不過三 或者是之前說的不二過 是不是真的要想辦法 克服這件事情 不然就容易 被人家認為你真的沒用心 沒上心 下一場 可能會面對到很多人 有機會變成主場的是拳代會 拳代會 現在已經確定了 韓國瑜他會出席 他要和候選人站在一起 一起下架民進黨 好 當然在這個時候 會有很多韓粉就把 四年前的事情拿出來 因為那個時候 韓國瑜選總統的拳代會 特別到了新北半 但侯友宜當時說 行程滿檔 會盡量抽身 會試試看 但是還是以市政為優先 兩相對比 開始大家又會在對 侯友宜有一些的質疑 會有一些的聲音 這次怎麼回應 鄭麗文現在跳出來講了 他說當時他第一個 跳出來挺 侯友宜的原因是因為 那個時候他是最強母雞 但現在他認為實況不一樣 來看看鄭麗文怎麼說 今天我們要找出最強的母雞 當時我挺猴 並不是因為我跟猴很熟 並不是因為我是猴的朋友 都不是 而是因為他當時就是國民黨最強的母雞 沒有人有第二個不同的意見嘛 但現在他已經不是了 我就說當你放下自己自我 這些情緒 面子 身段 答案很清楚 不就是韓國瑜嗎 而且找韓國瑜 除了他有主導議題的能力 他有能量 他可以召喚取回 現在嚴重流失的國民黨基本盤 好 現在韓國瑜會出席全代會 鄭麗文在剛剛最新的一個消息也說 反正不管怎麼樣 他尊重黨這一邊 同時也尊重且由衷祝福侯友宜 大家開始在討論 到底現在所謂的菲律陣營 大家都希望最終目標下架民進黨 網路上面是PTT 大家開始在問 如果真的是要下架民進黨 現在應該藍營要禮讓柯文哲 為什麼 因為穩定第二的是柯文哲 韓友宜現在穩定第三 如果你要下架民進黨 你不就是應該要禮讓才對嗎 那到底為什麼不禮讓呢 網友真的高手在民間 他說為什麼不 分析他們的分析是說 你不要忘了幾十年來 其實國民黨的基層實力 組織戰很厲害 如果現在真的讓了的話 總統的資源太多了 你讓給柯文哲 會不會到最後國民黨 就因此而垮台了呢 百年洋洋大黨 這一回到底該怎麼辦 回過頭來請教兵哥怎麼樣來看 細卡都下有人做民調了 發現郭台銘是最後一名 但是拿走的是柯文哲的票 而侯友宜依依舊是老三 其實你看台灣民意基金會 這個民調 他拿郭董還是一樣 跟過去其他幾次民調也差不多 就是只要4卡的話 郭董拿走最多的票 是柯文哲的票 對 侯友宜其實他拿得還好 就1 2%而已 其實不是很多 當然也是因為侯友宜 本身就已經在低檔 能夠被拿的也沒有那麼多 所以這就顯示郭董其實出來 表面上看起來影響最大 是對柯文哲影響最大 實際上是對誰影響最大 實際上是對賴清德影響最大 因為郭董出來 就幾乎是確保了賴清德一定會贏 基本上就是這樣 賴清德幾乎可以躺著選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 擺在眼前的一個態勢 所以這個也沒什麼好去辯解 實際上這個民調 他內部還有一個很有趣的人 就是他發覺有42%的人支持 郭董出來選 43%的人反對他出來選 可是這42%支持郭董出來選的人裡頭 最後會把票投給他的人 只有三成七 有六成三的人 是支持郭董出來選 可是我不會把票投給他 請問一下這什麼意思 意思就是叫他出來鬧 不就是這個意思嗎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 很明顯的一個趨勢 那怎麼考量 就郭董自己去考量 那侯友宜的民調 為什麼一直持續低名 對啊 英小偉講 他過去兩次在新北市 都贏得很漂亮 一次贏將近30萬票 一次贏了46萬票 越贏越多 什麼民調一下的垮下來 很簡單 因為從一開始 當後遺可能被徵召的時候 國民黨內部就開始在分裂 一下把郭台銘引進來 一下內部雜意一大堆 當你一開始就呈現 是一個國民黨分裂的狀態的時候 他的民調要怎麼樣高起來 那當然這是先天的局勢 如果這個候選人本身 他有個人魅力很強 然後能力很強 那就可以把這個劣勢扭轉 但是侯友宜目前 沒有展現出來這種態勢 大家會覺得說 第一個 他跟黨內很多人 好像真的不是很熟悉 黃麗錦如 我想我們常上節目 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 就算跟他不熟 至少知道他的名字 侯友宜竟然會叫不出來 我真的滿訝異 他應該看過他不少次了 講實在話 我也承認 我自己天生就有臉盲跟 那個名字 人名盲 對不起來 我常常名字跟臉對不起來 可是我不從政 而且再怎麼樣你摸熟了 你多見幾次之後 還是會記得 那候宜這麼不記得 顯然過於這幾年 他跟黨中央 跟自己黨內的同志 感覺上是滿疏遠的 顯然他平常 就是沒有什麼 拉彼此聯誼 就拉近距離的機會 所以這就是 侯友宜自己欠缺的地方 你就要趕快 努力的去補強這一塊 因為再不補強 可能就來不及了 你看韓國瑜 韓國瑜這次說會 去參加全代會 可是我到現在 一直注意到一個問題就是 韓國瑜從來沒有親口講說 我要支持侯友宜 他講的都是 我支持黨的候選人 這個是一個很明顯的不同 我個人認為 這個就是侯友宜自己 要去努力的地方 因為韓國瑜 鄭立文都一直要拉他出來選 你覺得韓國瑜會沒有票 韓國瑜一定是有票 可是這個票 為什麼 侯友宜跟金普聰 一直不去牢牢掌握住 這是我不能理解的 我真的不能理解 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困難 那網友說的 其實在某一部分是沒錯 如果我們真的要 弄一個非綠大聯盟 目的是要下架民進黨的話 現在看起來最有希望是柯文哲 沒有錯 但是為什麼大家對柯文哲有疑慮 除了柯文哲很多特立獨行的地方 除了國民黨自己本身是個超級大黨 實際上是個超級大黨 在地方來講他是個超級大黨 更重要的就是 上次民進黨在台北市會裡讓 柯文哲是因為 台北市本來就不是民進黨 而且對民進黨來講 那只是一個都市 可是這次是總統 更重要的一個是什麼 柯文哲前一陣子講的那個 一直是我無法理解 他說他當總統之後 他要讓最大黨來阻隔 那最大黨如果是民進黨怎麼辦 請問一下 那就變成國民黨齊心合力 把柯文哲拱上去之後 然後讓民進黨阻隔 那請問一下國民黨到底在幹嘛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 如果沒有辦法解釋這個疑慮的話 泛藍整個要去支持柯文哲 恐怕也是有問題 來 翔哥 我覺得這次總統大選的勝選密碼 就是韓國瑜 但我講的不是說韓國瑜要替換他 出來選總統 而是我覺得 國民黨要善用韓國瑜的能量 那也要學習韓國瑜的優點 這是非常重要兩件事情 那我就講決例子 我還是在講一些 跟韓國瑜相處的一些例子 就是說他真的是很厲害 為什麼他今天有這個聲望 他是有原因的 我在選舉的時候 邀請韓國瑜來幫我站台 到門口的時候 記者開始問他問題 不管問任何問題 他就開始只講我 只講羅志強 然後他說 他先給他印象 他進到他先說 台灣在這個整體大環境裡面 需要什麼樣的立法委員 就是羅志強 既然國民黨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戰將 就是羅志強 大安區需要什麼樣 特質候選人就是羅志強 全部扣到候選人 然後上了台之後 本來想說上台之後再介紹我 可能是同樣的說法 沒有 他換他接下來說 羅志強有三個特質 孝順 寬厚 勇敢 所以是非常棒的立法委員 他可以完全立法 不錯 答對了 可是我要講什麼 可是我要問 那他在全代會上 他在全代會上 會這樣講侯友宜嗎 不是 我要講完 對 家瑜 我因為不同選須 你不用提到 那我要跟大家講什麼 也不純粹宣傳 不是 我要講的是什麼 很簡單一件事情 他今天是很用心的人 而且你看他真的 他其實沒有準備任何講稿 進去裡面跟到外面去 是一樣的事情 出來外面最後記者 還有在賭談 一定問他總統大選 什麼各種時事問題 他只是說 我今天來就支持羅志強 他就走了 結束後 韓國瑜跟我聊 他說 他今天為什麼 從頭到尾 他不回答任何問題 很簡單 高嘉瑜你選過立委 你知道他只要回答任何問題 那天新聞就變什麼 就變成他回答的那些問題 那他現在去全代會 他要和候選人站在一起 他會不會用同樣的方式 來幫忙一下 我就直接講 我就講很簡單一件事情 今天在2019年 你看侯友宜他缺席的全代會 韓國瑜有沒有記這件事情 沒有 2023年的全代會 韓國瑜是沒有任何職務 所以你也要去學學他的 大方跟磊落 以及他的熱心跟助人 還有他的幽默極致 還有跟人家說實在話 他每次談很多事情就是 他胸有成竹的那種意氣 我覺得那個是 今天為什麼我講 鄭麗文他要提到韓國瑜 當然我 我不認為韓國瑜會出來選總統 可是韓國瑜 他會是這次總統大選 非常重要的一個資產 這一點我覺得國民黨 剛剛評格也講 到現在我覺得都還沒掌握到 我其實我也不懂 我也不明白 明明是那麼重要資產 你就應該好好掌握 好 確實 如果說真的要講的話 我們也有注意到說 譬如說韓國瑜他先前也有注意到 強哥很常在臉書上分享一些 譬如他跟他爸爸 他跟他媽媽的事情 就是韓國瑜應該也都有注意到 這些事 這是很細微的一件事情 但是那是人的溫度 所以我們現在要強調是一個 人的溫度 只是說現在 大家就在問 朱立倫講的 不團結他覺得是現在 最主要的一個原因 因為到最後就是讓民進黨躺著選 甚至在我們先前也直接講 就很多人都會講說 看到民進黨來幫侯友宜加油 他還覺得怪怪 民進黨他現在的這個策略 他現在是不是在旁邊吃爆米花了 來 家瑜 我覺得剛剛聽羅志強講的 結果馬上發現說 韓國瑜跟侯友宜 在一起的時候的場合 跟羅志強是完全截然不同的 這兩個的冷暖就差很遠 你看他不斷的推廣羅志強 不斷的說羅志強有多好 可是大家有記得說 黃復興黨部那天 大家只記得侯友宜 不斷的在移椅子這件事情 有記得韓國瑜 宣傳了侯友宜什麼樣的事蹟嗎 完全沒有 剛剛賓哥也說 我會支持本黨提名的候選人 甚至連侯友宜三個字 好像也沒聽到 侯友宜到底有什麼優點值得支持 也沒有提到 為什麼差這麼多 羅志強可以告訴我們嗎 那一場是我的造勢場 但是黃復興不是韓國瑜造勢場 對 但是問題是韓國瑜 如果要支持一個人 不管在什麼場合 他一定盡力的去幫忙 盡力的去宣傳 尤其是那天朱立倫 還特別在台上 趙少康大哥也在台上 然後還特別請侯友宜上台 就是要營叫一個大團結 一起支持侯友宜的氛圍 結果侯友宜 你說他尷尬的地方在哪裡 尷尬的地方就是 在於說即使跟這麼多人同台 黃呂錦盧的名字都叫不出來 你這樣講 我覺得好好去看看以前 蔡英文跟蘇貞昌的互動 然後 那個什麼五次問他植物要說 你到底要給我什麼 我跟你講很多事情 選舉的人其實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一定要去把一些框架 加到還沒有要選總統的人 說真的我覺得 那你民進黨的問題也不少 所以選舉的人就是侯友宜 他至少黨內同志的名字 所以我們對侯友宜會有很多的期待 對 你要知道這個人是誰 你要知道說台北市最重要 普選大將王呂錦盧 你叫不出他的名字 黃錦盧 呂錦盧 你再以為藏口誤好不好 然後陽文科 之前大家有印象 那個新竹縣長陽文科 他也叫不出來 以為是科長還是什麼長 我覺得侯友宜最尷尬的地方 就在於你不尷尬 尷尬的就是別人 結果全長都很尷尬 所以我是覺得到目前為止 仁浩一定有口誤的時候 我覺得嘉瑜這樣講不厚道 但是他不是 蔡英文也常常口誤 我沒看你講蔡英文口誤 所以你去講蔡英文 但侯友宜不是第一次口誤 他的問題在於說 蔡英文口誤可多了 在於對黨內同志 蔡英文先前感覺 蔡英文先前 沈惠宏也叫錯 這邊土條幫他同場加印 就林岳萍也有叫錯 蔣正治也有叫錯 徐柏方也有叫錯 其實叫錯名字 最近比較一個 讓大家沒有辦法想像的是 他蓬萍會叫錯了 身上很多學生 有嚇到的這件事情 確實 口誤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 我們覺得說 人都會有口誤 但是其實我們現在 真的希望什麼 其實就是像這個 我們的強哥講的 是不是有可能 在拳代會之前 我們會招照拳代會當天 我們會看到一個 全新不一樣的風貌 或者是我們能夠看到 這侯友宜 還有更加令我們驚豔的表現 這個我相信是很多 藍營這邊所期待的 我們先進一下廣告 廣告回來我們繼續來討論 大家午安 我的群燕營 歡迎來到新聞大白話 接下來這一小時 國內外大小事 要您聽得懂的話 說給您聽 現在介紹這一小時的來賓 首先要介紹的是 葉魯政治學博士郭正亮老師 老平安 還有政大國關中心 兼任研究員顏正勝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以及國際戰略學者林岳芳 大家好 好 應該是要帶您來看到的是 現在大家都在說 民調民調這件事情 但是要怎麼樣來看民調 很多人會說 民調還是要看看到底誰做的 背後是怎麼樣做出來的 因為現在有一個獨家報導 這個是民事的報導 他講什麼 他說柯正營內部的民調發現了 侯友宜民調再創新低 12.6%而已 只有柯文哲的一半 這個真的是會讓大家很驚 說真的嗎 只剩下12.6% 好 我們就去問柯正營了 柯正營的發言人 陳志涵他是這樣說的 他說 基本上 這是他們內部的民調 而柯文哲的部分 長期保持在25%以上 甚至還有的時候 30%超越了賴清德 問他誰做的 他說就是他們長期 製作民調的外部單位 好 是誰 我們還沒有問到 但是現在這些民調 確實會有影響 為什麼 因為這就是會讓一路下來 大家在看著侯友宜目前 已經有19份民調 都排老三了 擔心影響到士氣 像是黃陽明波及哥就直接說 如果說是這樣的話 那藍營內部的問題 必須要好好的來整合一下了 因為內部不夠團結 他認為是一大致命傷 第二個是什麼 就是他拿不到 非同溫層的選票 那就真的內憂外患了 甚至他還斷言 有可能今年會拿下 史上最低得票率 好 基本上呢 在國民黨的部分 選當年一路下來 選最不好的可能就是朱立倫 好 朱立倫那一年 大家都知道 幻術事件的影響 造成他整個得票數 最後是381萬 好 那個時候呢 被說應該就是 最低最低的一個門檻了 可是呢 一路下來 必須要知道 朱立倫的民調 一直都是維持在 百分之二十以上 當年百分之二十以上 最後381萬票 那現在呢 柯文哲跟侯友宜 兩個人相對比 侯友宜現在說 只有他的一半 百分之十二點六 那最後的得票率會什麼 會讓大家覺得驚嘛 回過頭來 柯文哲現在看起來 民調很穩定 所以民進黨最新打他是什麼 最新打他是 仇女這件事情 7月16呢 在現場有人拍到了 說有個女學生 拿出柯文哲齊姓女性的手牌 然後呢 就發現 民進黨內部開始 很多人在講 真的啊 包括這一位 許淑華 好 台北市議員 他就說啦 柯文哲長期厭女 仇女他曾經被他罵到哭 還曾經呢 說什麼 說基本上啦 他就是常常會有這種 厭女仇女的言論 那柯文哲他自己 今天有回應 他說怎麼有行業 每天造謠啊 他說他自己是醫生啦 醫生是每天在救人 現在這個行業呢 每天都在想怎麼害人 怎麼造謠 到底柯文哲接下來 要怎麼樣面對 這一波民進黨的攻勢 有人說他開始 一個想法 當年他怎麼贏到市長連任的 2018年 那一年呢 他遇上了 民進黨的部分 姚文哲 國民黨的部分 丁守忠 好 後來呢 他覺得這個方程式 可能可以被使用 也就是 姚文哲的民調支持度大幅落後 然後呢 國民黨當年確實是比較強 但是大家為了不要讓國民黨 在台北市復辟成功 所以呢 姚文哲這邊的 就開始有氣保效應 投到他這裡 欸 後來讓他順利連任 現在他有沒有可能複製這樣的一個模式 在大選上頭 大家都在問 好 如果說是這樣子的話 那民進黨要怎麼樣來應對呢 民進黨目前內部有他們自己的問題 最先是說 賴清德 到底是不是又讓美方這邊 有一些些的意見了 好 他之後呢 將會出訪美國 AIP方面說 會依慣例來安排 所以希望大陸方面不要有太多的反應 8月的過境怎麼過 大家都在說 這個就是美方對他的態度 但同一時間也傳出 已經去過美國的 柯文哲被AIP說 既然你第二名 有機會 要不要再來看看呢 侯友宜的部分呢 則是已經規劃了 8月訪日本 9月訪美國 為什麼會說賴清德要看他怎麼被安排過境 因為最新傳出了 說呢 美國官員要求台灣這邊來澄清賴清德當時講的這一句 當台灣總統可以走進白宮 好 這段話呢 讓美國官員認為 是不是賴清德的路線跟蔡英文不一樣了 他有可能會說出 讓美方美法預期 surprise這樣子很驚訝的話 所以他們開始希望對方來做說明 那外交部長吳釗燮的講法是說 他否認美方對此有過任何的關切 還說他們溝通一直都沒有問題 但是大陸方面先有反應 大陸的駐美大使謝峰呢 他很直接的說 如果說賴清德訪美的話 這就是一頭灰犀牛 而且他說是迎面而來的灰犀牛 換句話說 他是一個 你已經可以看到會造成重大問題 災難這樣的一個場景 要求美方好好的來處理它 到底怎麼樣做才是對 而這場選戰 民調該怎麼看 請教亮哥 因為現在 柯鎮營內部民調 好像沒有說哪一家公司 但是他說 侯友宜目前民調12.6% 只有他們的一半 這個政黨民調很難討論 因為侯友宜也沒有過這樣的數字 這樣怎麼討論呢 我是覺得姚文志那一次 姚文志之所以會有一些氣包 跑去柯鎮營那邊 主要是因為民進黨內 真的有一股力量 本來就對柯沒有那麼敵意 而且那一次因為 是各地一起選 我講地方選舉 所以民進黨也有一些地方 需要民眾黨的票的支持 我說其他縣市 所以最後那個氛圍就是 就是林可讓柯文哲上 那個氛圍有出來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比如說 你說柯文哲跟侯友宜的陣營 選到最後要氣包 柯跟侯友宜的陣營 一定要有一定程度的重疊的朋友 不然這個是醞釀不出來的 如果你敵意很深 比如說連戰跟宋楚瑜那一次 氣到最後連戰還是24% 所以你就不會氣得很徹底 比如說姚恩之類是被氣到 只剩下17% 所以我說這裡面還是牽涉到 你不能是兩個完全敵對的陣營 你一定要有共同的目標 比如說假設我隨便說 比如說第二名 後來喊出一個口號說聯合政府 第三名候選人就會想到說 那我可能會有部分人入閣 所以我這樣我票 游到你那邊就比較有可能 如果你連這個都沒有 那兩個黨之間是兼蔽親也 我跟你講事實上 氣包不會氣得很乾淨的 因為到時候一定會出現 各式各樣的民調 金融時報這個事情 我覺得不管是總統府或賴辦 或者外交部都搞錯方向 重點不是美國有沒有問你 美國當然沒有問你 是美國的國安高官員 聽到了賴清德 在宜蘭那一場的肇事 聽到他講出那一段話 他們憑那段話在評估賴清德 到底是什麼樣的主張 因為賴清德是說台灣總統 最大的目標就是進白宮 他是這樣講的對不對 目前我們知道 台灣總統跟副總統 是不能去白宮的 是 事實上連AIT Office你都不能去 只有顧力熊跟吳釗燮去 所以你進白宮 人家會想成什麼 就想成你要跟美國建交 不然就是要爭取承認 這個跟賴清德在華爾街日報 寫的那個不改變兩岸現狀 這中間沒有矛盾嗎 所以這個不是人家有沒有問你 而是你的言論讓人家覺得 這二者之間有矛盾 所以他才會說 是不是可以說明一下 我跟各位講 事實上金融時報 華盛頓的這個代表 還有台灣這位代表習家琳 這個都是非常非常資深的記者 其實習家琳跟蔡英文也滿熟的 他是比較同情民進黨的記者 所以坦白說他寫這個不是惡意 你不要搞錯了 他是在提醒你 而且他現在就提醒你 現在才7月對不對 那你去想一想2011年那一次 2011年那一次我記得非常清楚 蔡英文去訪問華府 後來也是習家琳 跟也是另外一個華盛頓代表 也是在金融時報 9月15號 大家可以去查一查 金融時報2011年9月15號那篇文章 他的標題就是 白宮對在野黨的候選人有疑慮 標題就是這樣 然後他就說 蔡英文那個時候提出台灣共識 那他們不認為台灣共識是兩岸的方案 台灣共識只是你台灣內部的團結 所以他就認為裡面有提出兩岸方案 所以那一次那個新聞 當然人家就認為蔡英文沒有過關 所以蔡英文到2016不是修正了 他變成主張維持現狀 這就不一樣了 而且後來又講了中華民國憲法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所以我是覺得 你不要把這個東西當做惡意 或者以為人家在造謠 不是的 這兩位跟美國的國安高層 十幾年來 都是有很深厚的關係的 而且據我的觀察 他們寫的文章多半是真的 多半是真的 所以你賴清德陣營千萬不要以為 這個問題不重要 事實上 這種話蔡英文就不會說 蔡英文怎麼可能講說 我當選總統 我最大的目標就是要進白宮 怎麼可能講這種話 你講這種話就擺明了就是 你要爭取美國承認 爭取美國建交 那美中關係就等於就崩了 不是嗎 好 到底應該要怎麼樣來看 這一些的傳回來的一些媒體報導 但是要請教預防委員了 因為在這一次的選舉當中 大家都知道民調對於藍營 影響可能滿深 譬如大家都在說 怎麼已經19份民調 侯友宜好像都是排在第三名 您怎麼樣來看 這些民調的效應 以及黃陽明在說的 他認為國民黨有可能會創下 史上最低的得票率 現在你選舉大概還有6個月了 現在做很多的預測都為時有早 真的為時有早 第一個譬如 國民黨的全代會都還沒有 要到23號才開完 看完會你看國民黨會不會進一步的整合 我認為我會 那進步的整合 會不會反映在民調上 我認為我會 所以現在還非常非常早 而且在柯文哲 以他的個性來講的話 他就是爬得越高 讓人家看得越清楚 他不斷的說話 不斷的說很多話 就會讓人家覺得說 這個人看起來有點好像很難上了這個檯面 這個要做一個國家總統 國家領袖 你要應付很多問題 你這個到日本也亂講話 然後你跟美國一個非常有名的一個學者 在公開開幹 而且用話用得非常的不客氣 就讓他覺得這樣子 你去處理未然做國家領袖 你去處理兩岸關係 你要怎麼處理 處理我們對外關係 你要如何處理 說話才輕跳 我來講民眾黨的民調 我不是懷疑他的真實性 因為我一向在選舉期間 特定的政黨 就是每一個政黨這樣講 自己做的民調 說內部參考 又不經意的流出去這樣的民調 我都很懷疑他們的真實性 真的是你回過頭來看 真的 不管哪個黨在越理總統選舉越近 所做所謂內部長期做的 參考性的民調 尤其不敢講出民調公司 名字的民調 我基本上我不會相信 我不會相信 因為台灣的民調的確是很多問題 在初選裡面你就可以看出 各黨的初選裡面都出現問題 有的民調公司 兩家或三家民調公司 其中就會有一家民調公司 是初期的怪異 人家彼此迎來迎去2%3% 就會有的民調公司 贏得超過10%或接近10% 那個都是表示這樣的民調 是有問題的民調 所以我們應該要 比較謹慎的來看待這樣的問題 我認為侯友宜要真的要很清楚的去 或是比較正確的去評估他 要等7月23號之後 那一整個月到8月23號以前 這個國民黨內部的整合的力道如何 我認為國民黨做一個最老的政黨 他動作真的有慢的地方 但是這個整個會不會有效 我認為會有效 你看剛才阿亮講的那個 連戰先生選舉那一次 大家都認為國民黨已經崩盤了 到時候就是還有大概多少 23% 還可以拿到這23% 你就知道國民黨 還是有它的基本盤 做一個長年的這種政黨 我認為侯友宜的問題是 很多人認為郭台銘可以取代他 是 郭台銘的民調會比他高很多 當不是之後 如果他的民調 郭台銘的民調 支持度會再移轉到 侯友宜的身上去 OK 就是到底最後的這個期間 是不是會有所謂的民調移轉 但是現在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大家要看了 賴清德 大家很多人就想 他這樣穩穩的領先 但是對美國對他的這些意見 會不會有所轉變 好 因為請教嚴老師 大陸方面說話了 謝鋒很直接的講 說賴清德訪美就是一頭 正向我們衝過來的灰犀牛 話講得很直接很白 您怎麼看 我覺得大陸應該看到就是說 過去我們每一位總統候選人 會單獨去美國 但是賴清德因為是副總統 所以不能專訪美國 他只能夠過境 剛好就有巴拉圭總統的就職 但即使沒有 我想他要找一個理由到加勒比海 我們邦交國去訪問 然後過境美國也不是個問題 然後過境美國 連總統都可以 副總統怎麼會不行嗎 那現在就是我覺得大陸講的這些話 大概就是希望看 美國在處理這個台灣 三個候選人的時候 是比較沒有特別偏袒哪一個 就是讓美國知道大陸 大陸不喜歡民進黨 可是美國也不需要跟著大陸走 但是美國至少要做到公平 我覺得這個是大陸就是先放炮 讓美國大概提醒一下美國 那美國當然也會對賴清德 比較不信任的原因 就是我覺得我們在台灣 過去長期覺得說 我們對美國講一些話 我們自己選舉要講 我們自己人要聽的話 但是這些話 現在美國全部都聽得到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你不要以為你在自己的 我們不要講說造勢場合 或跟什麼 連內部的話他們都會聽得到 怎麼會不懷疑你 就是因為賴清德 要不然就像陳水扁那個時候講的 說這個是我們的理想 但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我覺得就可以 這樣他也不會失去票 因為民進黨的支持者 那個票跑不到哪裡去了 最後還是會回到這裡 但是你就取信了美國 讓至少美國覺得說 賴清德說不定是下一個蔡英文 如果蔡英文那時候 堅持說是維持現狀 賴清德跟著走 雖然大家都知道他心裡頭不願意 但是美國也知道 蔡英文也不是在講維持現狀 但他講了這個字 至少讓可以說服美國 就是說他有這樣的一個概念 就是願意朝這個方向 北京當然會覺得說 你那個現狀哪是現狀 老早都變了 但是我以前跟美國智庫互動的時候 美國智庫就 我們就在開玩笑再講 我說到底現狀該怎麼定義 他由我們美國來定義 所以美國認為你賴清德是維持現狀 就是維持現狀 他過去認為蔡英文維持現狀 就是維持現狀 但現在我覺得他對這個 賴清德維持現狀有疑慮 是 這其實就代表著 美中雙方他們在之間 台灣問題上 到底有沒有站在 同一個平台上面來看 那台灣到底 我們有沒有被人家拿來當成棋子 這是很多人很在意的事情 謝謝